相信很多老司机从2013年开始 对我国交通法规新增了扣分项表示又爱又恨 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叫苦声最高的就是闯红灯 闯红灯都知道要扣分 都知道以前是扣三分 可老司机们记住了 从2013年开始闯一次红灯扣六分 六分哦 也难为交通警察叔叔们为了规范闯红灯 这一害人害己陋席不得已而加码 可这也害苦了很多无辜的老司机 奈何驾驶证上只有12分 如果不小心闯两次红灯就得重新考试 很多情况下有些车主并没有闯红灯 但是误解了就直接开过去了 这样就被扣了6分 其实本来是扣不了那么多的 就比如跟着大车走 结果前车头过线才发现是红灯 这时候就可以停下来就不算闯红灯 我们来看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电子眼抓拍闯红灯 必须要有三张照片佐证才能成立 一张是前轮过线 第二张是后轮过线 第三张是车辆驶过对面路口 也就是说只有抓拍了三张才能判定为闯红灯 这下知道为什么 我说只要前轮过线或者后轮过线 也是可以挽回6分的吗 过路口发现突然亮红灯了 即使前轮或者后轮都已经过线了 立刻停下来也是不能判定为闯红灯的 虽然有些时候可能会被罚款50元 或者被扣一分或者两分 但是总比扣6分好吧 还有一个要跟老司机讲的 就是当你发现前轮过线或者后轮过线了 就待在原地不要动了 有的车主认为 那我将车再倒回停车线前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这样做 后边的司机会觉得你要碰瓷 另外交警看到了会跟你敬礼 然后罚钱扣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